主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至二十三节 愿耶稣的话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耶稣驱逐了一个魔鬼 祂是使人阴雅的魔鬼 他出去以后 哑巴便说出话来 群众都惊讶不止 但是其中有人说 他是藏籁魔王贝尔泽布取摩 另一些人试探耶稣 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 便给他们说 凡是一国自相纷争 必成废墟 一家一家的摆落 如果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 因为你们说 我藏来贝尔泽布取摩 如果我藏来贝尔泽布取摩 你们的子弟们 是藏来谁取摩呢 为此 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 如果我是藏来天主的手指取摩 那么天主的国 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即使壮士佩戴武器 看守自己的宅舍 他的财产必能安全 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 来战胜他 并会把他所依仗的一切器械夺去 再瓜分他的账务 不随同我的 就是反对我 不同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 基督的福音 哑巴说话了 谁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 会不惊讶呢 我们可能会感叹的说 这真是奇迹 奇迹的作用是反映 实行奇迹者的能力 证明耶稣的能力超过常人 耶稣的言行值得我们关注 这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想法 可是 有些人却心中不愿 想要诽谤耶稣 好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 或提高自己贬低他人 他们说 耶稣是藏来魔王贝尔泽布驱魔 一下子把耶稣变成了属于魔王的使者 由于没有人能证明 耶稣的能力是来自天主 还是魔王 所以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诽谤耶稣 您遇到过诽谤自己的人吗 不要害怕 不要气馁 耶稣也被人诽谤过 有一个成语是流言指于智者 面对诽谤时 我们一定要成为智者 怎样成为智者呢 福音中告诉了我们答案 就是那句话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 是的 明白了诽谤者的心思 就能够揭露真相 耶稣首先从正面 用了最简单的比喻 国和家 来凸显分裂的后果 告诉他们 自相纷争是不可能存立的 所以耶稣驱魔 绝不是鱼魔为物 其次 耶稣从反面 很客气地问他们 如果我是照来天主的手指驱魔 那么天主的国 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 这句话引发了听众的思考 也是最明智的破解方法 最后耶稣很肯定地表达了正确的思想 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 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 您会如何选择呢 弟兄姐妹们 耶稣如此冷静地破解了他人的诽谤 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呢 无论如何 伤人之心不可有 爱人之心不可无 心中拥有智慧 必能看清真相 听从耶稣的话 就能充满智慧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